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支女彤彤 非常開心 今天又到了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大家一起 線上來之之的支支時間囉 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開始 學會勾真編織 勾真新手101 勾真從零開始 大家都是從零開始的 所以你不孤單 大家都從一開始什麼都不會 變成變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想要開始練習的時候 今天這一集會告訴大家一些 事前的準備心態的準備 還有如何拿勾真 如何拿線材 跟如何做出第一個最簡單的真法 叫做鎖真 那如果你是還沒有看過 就是勾真是什麼能吃嗎 還沒有看過這一集的朋友 想要了解勾真的小故事的朋友呢 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我們這一集主要要進入實作囉 那如果你已經看過的朋友呢 就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好 首先呢 在開始之前 我要先提醒大家 勾真是一件什麼事情 勾真是一件 娛樂是一件休閒娛樂的事情 它是一個活動 所以呢 其實你的身體很重要 它不是只是坐在那邊 好像在追劇一樣 就是只有動眼睛 只有動頭腦而已 它要動手 它要動你的肩膀 它要動你的身體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新手 第一堂課 第一個Point 就是請你呢 先讓你的身體活動活動 調整好你的勾真編織的姿勢喔 首先請大家來跟我一起 總肩放下 總肩放下 轉轉轉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換後面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勾真呢 跟你的肩膀 手肘 手腕 手指頭 整個都是連動的 甚至跟你的脊椎 跟你的坐姿都有關係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請你先做好 調整好你的坐姿 其實呢 很多人可能會習慣 躺在沙發上做事情 或者是 躺在床上做事情 這樣子你熟練之後 也是可以直 但是長時間下來呢 它都會造成你身體的損傷 你在同一個固定的姿勢 做很久之後 你不管是做什麼姿勢 它都是非常容易受傷的 所以在編織之前 如果大家想要織一輩子 織到最後像老奶奶在搖椅上面 這樣子 慢慢的都還是在織的話呢 我要建議大家 一開始就要調整好你的姿勢 注意你的身體 這個是最重要的哦 身體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Point 2 請你呢 調整你的心態 什麼叫做調整你的心態 我有什麼心態不正確嗎 還是我應該要保持什麼心態來學勾針呢 嗯 這樣子講好了 勾針它畢竟呢 是一個工具 你要學會工具的使用呢 你要跟它有一個磨合期 你一定會遇到挫折 而且呢 勾針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 可以被你克服 它還是有一點點小技巧的 每個人從小到大習慣呢 做東西的手做程度 手的肌肉 小肌肉訓練程度 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上手的速度也不一樣 請你呢 務必記得 不是每個人都會一樣快 有一些人需要很多時間 也許就是你 那你就接受 接受這個事實 沒有關係 那我有一個小小的心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心法呢 是我每一堂課上課 都會告訴大家的小秘密 就是 通通心法必殺技 請你把你自己當成五歲 五歲的小孩 從現在開始 你要開始學勾針之前 現在開始 請你把自己打一針 轉一個開關 把自己當成五歲 為什麼是五歲呢 五歲是一個什麼時期呢 五歲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自我中心 覺得我最棒 我最厲害 我什麼都會 一個非常自我滿足的一個時期 而且在這個時期的小朋友 不怕挫折 不怕痛苦 他就是想做就會去做到 如果遇到挫折 他就哈哈哈哈 笑幾聲就過去了 再來就是呢 五歲的階段 是你剛剛學會拿筆 畫線條 然後開始可以更精進的去 可能練習寫一個字 寫標準的字 沒有左右顛倒的字 或者是他可以開始練習 做很細緻的線條的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你現在已經會握筆了 但是沒有做得這麼好 這就是現在要學勾針的你的階段 就是你會拿勾針 你只是會拿勾針而已啊 你還不會做 你還不會知 所以呢你在這個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挫折 都是合情合理的 不要把自己逼得這麼緊 有一點點沒有上手 也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好嗎 所以請你把自己當成五歲 你會怕挑戰嗎 不怕 你會怕失敗嗎 不怕 你什麼都不怕 你五歲 你最大 好不好 所以呢請大家現在就立刻 把開關開起來 把自己當五歲 勾針啊 它是一個一直在重複 一直在重複的動作 但是它完全沒有標準答案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做得出這個動作 就可以了 所以你做得跟別人一不一樣 完全不重要 重點是 你可不可以跟這個勾針 這支工具合而為一 它是你手的延伸 它就像是笔一樣的自由運用 不是工具去控制 是你去控制工具 這件事情請你記在心裡 它是很自由的 它沒有標準 所以你只要找到你的身體 跟你的勾針 之間協調的方式 還有拿毛線的時候 兩隻手的協調方式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說了這麼多 這一些就是我在 開始之前 要先提醒大家的事情 只要把這些心態都準備好 等一下開始之後 很快就會上手了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呢請你先準備好囉 等一下我們就要開始進入 勾針編織的階段 好的各位 現在我們準備要開始囉 請你先準備好你的線材 跟你的勾針 你的勾針呢 會建議選7號 7.5號 8號 9號 10號 就是7號以上的勾針 越是新手呢 越需要 粗一點的勾針 聚焦一下 在你買線材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其實線材 它是很多根細細的 一根毛線裡面 是很多根細細的線 去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在織的時候 有可能會怎麼樣 它有可能會慢慢的這樣子 旋轉 鬆開 跳躍 這個 這個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在拿線材的時候呢 請你注意 你拿的時候 不要一直讓它 鬆掉 盡量讓它是維持 一條一針的狀態 那新手呢 會建議 綿度比較高 就是你轉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轉開的線材 再來就是 它呢 最好是 2mm以上 就是它的粗膝要粗一點 那有一些線材呢 像這種線 它其實 是轉不開的 你再怎麼轉它 都不太會鬆掉 因為它是羊毛去做的 一條羊毛條做的線材 這種也很適合行動 你只要選你身邊呢 你覺得適合的就好了 但是呢 最重要的就是 要足夠的粗 你的勾針也要足夠的粗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的第一個步驟 第一步驟 就是呢 哎呀我的第一步驟呢 我的第一步驟應該是要 做出一個活動結 活動結 什麼是活動結呢 它就是一個可以動來動去的 可以放大 縮小的一種打結方法 你拿到線材之後呢 你可以把線的尾巴 放到一邊 我們會把線的尾巴叫線尾 線的頭這邊叫做活動線 working yarn 它在working 它在工作 所以等一下請你呢 把你的working yarn 把活動線呢 轉一個彎 轉一個圈 壓在你的尾巴上面 你看它這裡 有被壓住喔 活動線 壓上去 壓上去 好了之後呢 請你呢 一隻手指頭 幫忙壓住 這個結 交它的結 另外一隻手指頭 穿進去這個圈圈裡面 去抓活動線 抓出來之後 抓到之後呢 壓住線尾巴 手往上 往下 互相拉扯 就會變出一個圈圈 像這樣子 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呢 就是可以套在 勾針的脖子上 可以變小 你看 它變小了 可以變小 也可以拉大 可以放大 也可以縮小 這個就是活動節 活動節 好 現在請你把勾針放進去這個圈圈裡面 然後呢 把你的尾巴拉一拉 喔 尾巴動不了 就拉另外一邊 拉活動線把它拉拉拉拉 拉緊 什麼是脖子 就是它這邊 這邊的地方 這邊的直徑 它是圓形的 所以它的直徑呢 就是後面這個號數 它告訴你的尺寸 我的這隻勾針是7.5號 4.5mm的直徑 所以呢 我的圈圈的直徑 就是4.5mm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好 把它放進去之後 你的勾針就準備好了 另外一隻手要做什麼 另外一隻手要來準備把線材拿起來 我們要拿著線材 不是尾巴這邊喔 不是尾巴 No 不是尾巴 是這邊 活動線 活動線 現在呢 我們要來公佈 勾針跟線材 拿好的秘訣 大公開 到底要怎麼拿針 怎麼拿線 它才不會掉下來 首先你拿針呢 你可以選擇像拿筆一樣的方法 像我這個人的拿筆姿勢不正確 所以我其實是這樣子拿勾針 很奇怪 那一般人拿筆就是像這樣 你可以拿筆 或者是你可以像拿湯匙 小朋友拿湯匙像這樣子 握住你的勾針 這個兩種姿勢都是可以的 先選一個你習慣的拿就好 那你的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手呢 要把這個線呢 這一條線 撐直 一直撐直 所以呢它需要有一點方法 如果你沒有撐好 線就會這樣滾走 有第一個方法 你可以測試一下你的手部肌肉 你的手這邊 跟這邊 這兩個位置 如果是像我一樣 非常的厚實的話 恭喜你 那你可以用用看我的方法 就是用手指頭先捲線 像這樣把線捲好之後 其他手指頭把它壓住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給你的手摸起來 超級軟 像麻糬一樣軟的人呢 請你用夾的 兩隻手 把它夾住 像這樣夾好 這樣子的方法 第三種 是給比較進階的朋友 但有一些人 可能以前 有在學校學過編制 他就是這樣教你的 請你把線 先繞在小指頭上面 繞一圈 然後 穿越你的手背 你的手指頭後面之後 再往下方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繞在你的手上面 這樣子也是一個 持線方法 這三種持線方法 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就好 那你的手不是只有拿線就沒事了 你的拿線的這隻手呢 不管你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你的慣用手就是拿針 非慣用手就是拿線 你的左手 我的左手 大拇指跟中指呢 他們很重要 他們要去抓住 線的尾巴 就是這個 勾針的這個結的下面 剛剛的活動結的下方 我們要去抓 抓住之後 這條線才會有撐緊 撐直的感覺 請大家試試看 這個持線的動作非常的重要 它要一直維持 一直維持 所以在你找到你適合的方法的時候 之前呢 你都需要先把這個事情練習好 看你想要是夾線 夾線之後 其他手指頭來捏線尾巴 像這樣子 或者是你想要捲線 捲在你的食指上 其他手指頭來捏線尾巴 這樣子 不管如何 你的食指都要撐直 食指都要撐直 第三種 在你的小拇指 小扭扭上面掛線 繞到手背後面 往下放其他手指頭 來拉線尾巴 這三種實現方法 都可以學你喜歡的 什麼叫做喜歡的 就是你的手不痛 也不會抽筋 然後也不會不舒服 還可以忍耐的那一個 就是你喜歡的 那等一下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 不要忘記你這個人有手腕 然後也有手肘 所以呢 你的手腕跟手肘呢 都可以動喔 不是只有手指頭在動 只有手指頭在動 會非常的辛苦 會非常的辛苦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來繞線 我們要開始支出 今天要教的第一個針法 叫做鎖針 鎖針 好 拿好你的線材 大拇指跟中指 捏住線的尾巴 然後你的拿針握好 持線撐好 現在呢 輕易把你的針 面對勾勾 這個勾勾 面對自己 或往下 兩種都可以 把你的勾子呢 從你的正前方 往後 繞線 捲一圈 捲一圈 你可以看到這個線呢 繞了一圈 在勾針的脖子上 繞好之後 準備 我們要把它拉出 原本身上的這一個環 但你在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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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卡住了 你會發現有卡住的跡象 甚至有講 批針的跡象 對不對 沒關係 重整一次 再一次 繞線 繞線要告訴你秘訣 不管你的線有沒有批針 在拉的時候 要像生小孩一樣 胎胃腰症 胎胃腰症頭是往哪裡 頭要往下 頭往下之後呢 拉出來 哎呦 伸出來了 沒錯 這就是 一個 鎖針伸出來 好 我們再伸一個 勾針拿好 繞你的線材 繞好之後 往你的洞口 拉 拉 快要拉到的時候 往下轉 勾針頭往下轉 拉出來 來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小table 就是你的這隻手啊 不要拉超緊 不要把它掐死 No 不要掐死 Don't please 就是讓它鬆鬆的就好了 所以呢 請你呢 再試一次勾針繞一圈 拉拉拉拉 拉出動頭前 轉一下 推 推 拉出來 我們這個動作看起來很簡單 實際上不簡單喔 你會發現我現在已經做幾個圈啊 做 一 二 三 三個圈了 這三個圈就叫做三個鎖針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手腕的動作 手腕動作 好 再來看一下手腕動作喔 請你呢 看一下手腕在做什麼 手腕在做什麼 請你 線撐好 針拿好 繞一圈 有沒有看到我的手腕 它是有轉的喔 轉過來 然後 拉出來之前呢 它又動了 有沒有 它有幫忙 它幫忙把這個勾針變成高高的 然後 準備拉出來 嘿 拉出來 像這樣子 好 再一次 再清楚地拍一次 好 我們把這個 隱藏一下 看一下我們的手腕 左手的手腕 右手手腕 都有它的功能 都有它的功能 父母給我們健全的四肢 就是每個關節都要給它用到 所以呢我們先繞線 繞線的時候 你的手腕就已經轉一圈了對不對 你也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兩隻手一起往內轉啊 我現在手靠在桌子上面示範 所以很難做出自然的動作 如果我是做自然的動作 我的動作是這樣子 可能會整隻翻過來 整隻翻過來 好 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手腕 轉 兩個手腕都轉 這樣子是最輕鬆的 要拉出洞口之前 要拉出洞口之前 勾針往下 然後 手腕幫忙往上拉 這隻手不用很緊 鬆鬆的 對不起 說錯了 鬆鬆的 他就是繞線的時候稱直 拉的時候就要變鬆一點 像這樣子 這個動作呢 請你練習到熟悉為止 你的持針跟持線呢 用鎖針練習就可以了 把這個東西練習到非常的自然 而且快速 最重要的是 你要確認 你織完的每一針大小是一樣大 什麼意思呢 大家注意喔 我們把它再拉近一點 勾針為什麼有尺寸的分別 因為勾針它的脖子不一樣寬 就代表它可以做出來的 這個圈圈的洞 不一樣大 如果今天用的是7.5 我可以做出 這樣 小小的洞 但我也可以讓它做鬆一點 我可以做這樣 大大的洞 那到底要怎麼樣的大小 才是適合的呢 就是剛剛好 剛剛好放在它的脖子上 而且它的脖子可以這樣 自由的穿梭移動 這個大小就是剛好 如果你拉太緊 然後你拉太緊 你在做的時候 勾針會有點這樣 卡一卡的卡住 就代表你已經太緊繃了 鬆開它 放開它 重新再拿一次 把你的這個針跟線呢 鬆一點 鬆一點 一開始鬆 人鬆一點沒有關係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大小呢 如果都是維持一樣大 你就會看到很漂亮 很漂亮的這個 像辮子一樣的 索針 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 這樣一顆一顆的 一個一個的花瓣 像這樣 一個花瓣 兩個花瓣 三個花瓣 它們就會連在一起 變成一條像麻花的 鎖針鎖鏈 好 最後再說一個小要點 這個小要點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們可能會發現 我每次在做的時候 我的中指啊 我的直線 因為我拿筆姿勢不正確嘛 所以其實我 靠無名指就可以把勾針稱左 那其實拿筆姿勢正確的人 也可以也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把它移動 移動到無名指上面 那我在繞線的時候 我為了讓這條線不要跑走 我有時候會怎麼樣 我有時候中指會去壓它 先把它壓住 然後我穿越之後 我再鬆開 壓住 鬆開 壓住 鬆開 壓住 鬆開 像這樣子 再來就是我的 另外一隻手的 拇指 跟我的中指 它們兩個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可能永遠都在一開頭的這個線圍的地方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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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一定要一直往上 往上 往上移動 所以呢我們再看一次 專業分解動作 勾針 繞線 中指 壓住 右手的中指壓住 大拇 左手的大拇指跟中指也壓住 壓住哪裡 壓住你要做的這個環的下方 一個或兩個鎖正體吧 正下方也可以 不要太遠 太遠你的時候會非常的累 就在這邊就好了 壓好之後 穿越線的時候 中指放開 勾針順勢往上 這樣子 再看一次 你可以看到我的連續動作是什麼 我的連續動作是我幾乎這隻手都鬆鬆的 我不用把線拉得很緊也沒有關係 我只要確認我的大拇指跟中指一直捏在我要做的這個環的正下方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鎖針 它像是一條鎖鏈喔 非常好 恭喜大家 哈囉 大家 非常恭喜你 你已經學會勾針最最最最重要的第一個針法了 它叫做鎖針 鎖針 鎖針 它像是一條鎖鏈 所以它叫做鎖針 那鎖針呢 它就是一個一直繞線套起來 一直繞線套起來 繞線套起來的動作 所以它是重複的 你一定熟能生巧 一定可以成功 那你記得我們每一次練習 一陣子之後就要休息一下 你可以甩甩手啊 動動肩膀啊 總之呢 不要讓你的身體累到 你的身體累了就不想做了 身體最大 好嗎 那我們的勾針 為什麼一開始要先學這個鎖針 因為勾針呢 它是一個小工具 它自己本身沒有辦法把線呢 全部都串起來 它一定需要很多的圈圈 才能把線全部都變成是 一個有編織的支撐力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的勾針一開頭呢 有兩種其實只有兩種開始的方法 一種就是把一個邊的邊緣做出來 例如說你今天要做一條圍巾 你的圍巾要怎麼寬 然後你可以支很長 支200公分 200公分都是這個寬度的圍巾 所以你一開始要先把圍巾的寬度做出來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你可能想要支的是一個 從中心開始的杯墊 這個杯墊呢 這個奶奶方塊 叫做奶奶方塊 這個杯墊它是從最中間開始的 就像你如果想要支帽子 一頂帽子 帽子也是從圓心 最上面的這個頭 圓圓的地方開始的 一層一層的同心圓 長大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帽子 這是小朋友的 太小了 所以呢勾增呢 它有兩種開頭方法 一種就是像這樣子 鎖增 你想要做長長的東西 平平的東西 你就需要從鎖增開始 那如果你想要做的是 一個圓圓的 像是毛毛蟲 圓圓的屁股 圓圓的身體 立體的 那你就要從圓心開始 那我們呢 兩種叫做 一種是鎖增起增 一種叫做緩起增 但是緩起增 就是從中心開始的 又有分兩種方法 一種是從鎖增 一種是從另外一個比較難的 叫做緩起增的方法開始的 所以我們今天只學一個東西 先學一個東西就夠了 就是鎖增 鎖增 大家不要小看鎖增 因為鎖增呢 它是讓鎖增這個東西 可以得以成形 得以樓空 或者是可以自由移動 變成很多自由的造型的一個關鍵角色 在未來你要做很多東西 你要做很多 花邊的時候 你都非常的需要鎖增的幫忙 所以把鎖增先練習好 把你的鎖增 鎖增先練習好 就是最大最厲害的接近 好啦 那我們今天練習的叫做鎖增 鎖增 大家覺得好玩嗎 我們慢慢練習唷 那希望之後你可以繼續努力 開始繼續挑戰我們接下來的基本針法 我們的鎖增101 就到這邊結束 下一集 鎖增102 新手第二課 我們再見囉 我是之女彤彤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上手勾增 持增 視線 鎖增 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 請到這邊別看 咪了一個小鈴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